平淡无奇的停车位却与手绘画玩出了新花样 近日在仙市出现了各种卡通或人物造型的四家车位 让冰冷的停车场增添了几分活力 而这些作品均出自于一个80后90后创业团队 今年34岁的王楠是团队成员之一 他告诉记者在一次偶然帮助朋友翻新车位时 萌生了在车位上作画的灵感 结果呈现出的效果让人眼前一亮 由此看到了商机 王楠与朋友成立了手绘画工作室 开始创作停车位手绘画 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大 王楠和朋友显得有些吃力 便开始招兵买马扩充队伍 经过发展如今团队已达20余人 我们的客户都在30岁到40岁之间 那作品的话 主要是由客户来提供我们来进行一些修改 主要是一些卡通或人物的造型 到目前为止有画了将近150幅了 大家的发想都还不错 记者了解到 在车位上作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创作一幅车位手绘画 前后要经过描绘 勾勒 调色 上色 粉刷 等步骤 根据画幅的难易程度 制作时间达几小时 甚至十几小时 价位从千元到几千元不等 同时 由于车位地面具有光滑 易磨损等特性 因此对创作时的涂料 也有一定的要求 车位手绘画的出现 满足了车主的张扬个性 也给喜欢画作的人士 带来了就业机遇 来自甘肃天水的郭云飞便是其中受益者 记者在西安一小区地下停车场看到 郭云飞正拿着滚轮 认真的在停车位上进行创作 眼前的人物绘画已基本完工 现在就是也干着自己喜欢的事绘画 然后在绘画的过程中 还能就是增加收入 我就是特别棒的 一举两道的事 然后我对我后 未来的规划就是做一个职业的壁画师 然后 做的作画 创作就是创作一些属于自己的精品 就是不再简单的去领摸某一些作品 然后比如说根据客户的一个想法 一句话 就是做一些创作出一幅画 把这个客户或者我的想法 表达在地面上或者墙面上 车位手绘画这种新兴市场 有人愿意买单 同样也有人产生质疑 顾虑会对停车场管理造成困扰 这些问题对于王楠和团队而言 是机遇更是挑战 王楠告诉记者 新兴市场虽然会经历大浪逃杀 但车位手绘画更多的意义 是让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加舒心 中文字幕建议 中文字幕建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